歡迎收看 大嫂來了 他的罩杯算大 D就像我這樣子啊 你是D啊 你是 英文數字不是這樣算的耶 英文數字喔 他不是說B加B會等於D耶 不是說2加2會等於4耶 不一樣B加B他還是等於B耶 B還是等於B 昨天楊帆與Julie在節目中 大爆生活密室 是不是讓大家意有為盡呢 精采刺激的內容 都在今天的節目喔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 凡嫂最受不了凡哥的第二件事情 襪子亂丟 衣服亂丟 會啦 這一題 我10個大概有8個 不要說9個人 大概有8個人來的 可是這個是他裡面所有的缺點 我最能夠接受的 就是我最不覺得是 事情的事情 只是因為你一定要講 他們沒有那麼多缺點 一定要講5件 我就把這一件加進去 也對啦 其實我們男孩子不是亂丟 都會啦 我們回到家 我家我為什麼不能隨隨便便 是嗎 我們又不是在鄰居家 或是大門口 是嗎 沒有了 講真的這一點我也是能接受 對 我覺得我其實還滿能接受的 這些事情好像理所大 對啊 就像洗澡的時候 你會拿一條大毛巾洗嘛 就擦乾嘛 擦乾以後你是不是要丟掉 不是丟掉 丟到那個洗衣槽 準備洗衣籃裡面 對 對啊 他會跟你講說 能不能再那一條再多用一次 對 就是不要... 對 或甚至他想要把它擦過的給我擦 不是 你幹嘛那麼浪費水 你洗一條大毛巾要花好多水耶 其實大毛巾也不需要天天 不需要 擦乾而已啊 不是 因為... 你到飯店去裡面 我常常就跟他比喻 我們到飯店裡面去 去住人家飯店裡面 我們會把那個擦完了 就再來擦一次嗎 一定打電話 沒有 我毛巾對不對 那是飯店啦 而且飯店是很多人用過啦 對 凡哥是從年薪就喜歡洗三溫暖 我們洗三溫暖 然後大毛巾用兩次 對啊 對不對 這是一個生活習慣 你當作家裡是三溫暖啊 對啊 是飯店啊 那也好啊 那你就放心啊 我們又不會出去洗三溫暖 對 把家裡當成飯店 三溫暖多好 因為他們不是做事的人 都不知道說洗一條毛巾 不是 做事的是洗衣機嘛 又不是你們 沒有... 是不是 是 好可惡喔 好可惡喔 對 你這要洗 我覺得不是問題 是說你弄那麼多水 去洗一條毛巾 你只不過稍微擦了一下 而且是天天的事情耶 其實有可能 我們男孩子會為了這一點 會覺得很舒服 我的生活太舒服 我洗完這樣子過日子嘛 一旦擦一擦 我就要把它丟到那個地方去 對 可是 沒有一個地方可以摔 這個時候也摔不起來了 對嘛 要有點小空間 工作不能帥氣 對不對 對 要低調 是 回家的時候又是小朋友 不是老子 就少了 我們也要低調 對 唯獨到了那個洗澡 可以廁所一下 開心一下 完了那個 完了那個是 對 這OK啦 拿起來明天還要用 救 救 美群 這一點就讓他們吧 對 這一點要給我們一點空間 對 可以接受 OK 好 我們再來看 凡哥最受不了 凡嫂的第二件事情 強勢 強勢 強勢跟管太多 好像是一樣的 不一樣 不一樣 管太多只是我喜歡管你 那未必管得動 強勢是我越管你 還要管得動 你一定要聽 對 就是只要我講出來的話 你一定要履行 所以你要做到 甚至 其實我真的覺得 夫妻在一起 不管是哪一方 都不能太強勢 可以建議 可是對方不接受的話 就算了 沒有關係 可是為什麼叫... 為什麼對方會強勢呢 為什麼他會強勢 就是因為 那麼哪有強勢 這兩個字出來 是 他為什麼叫強勢 因為對方 對 意思都是我自己 我並沒有改變 我們不是能不能組團體 是他比較弱勢 所以凡哥你覺得 你是弱勢團體就對了 然後所以你才會 相對覺得少是強勢 我覺得我們是剛好這樣對比 他的個性比較 而且我們這些弱勢團體 還認定說 我們應該這樣弱勢下去 很好啊 平衡啊 很好 對啊 一個家總不能兩個都強勢 講得多輕鬆 我跟你講 團哥這樣 我們弱勢團體喔 對... 是應該就這樣 你還弱勢啊 不是嗎 你怎麼樣變要強勢是不是 你在家裡是強勢耶 我是弱勢團體耶 謝謝 謝謝 任何事情 我們節目上不便宜講 對 但是真的我跟你講 夫妻在一起喔 尤其是做太太的那一方 不要太強勢 你讓我當一下弱勢試試看吧 是嗎 對啊 凡哥你先給他強勢的下去 現在 找不到那個 對啊 對 已經習慣弱勢慣了 太久時間太長了 就讓我們這樣過一生吧 對 來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嫂子最受不了 凡哥 什麼呢 把鞋穿進家門 很正常啊 家門的外面有鞋櫃 鞋櫃是給你放鞋子的 對啊 對不對 為什麼要穿進家門 為什麼只有... 我們家全家只有他一個人 把鞋子穿進來 其實我是那種很... 你是忘記你也有穿鞋子 沒有... 他就是每天都如此 他不可能忘記 你能不能以後 那門口放個洗嘴槽 我順便趕快滴洗一洗 對 就像打球 對 就像到我們球場這樣 打球 進去還噴啊 噴啊 對啊 可是我們都會弄乾淨再回來 對啊 外面也不會那麼髒啊 其實這只是一個生活的習慣 對 其實我說其實他真的 沒有什麼太多的缺點 我要強調 所以... 我們最近在那裡 最受不了裡面 其實還真的沒有什麼 特別的受不了 我們兩個還滿合的 還好 其實我有時候 也會把鞋子穿進家門 你常常 所以我不覺得那是不好的啊 因為我們的鞋櫃在家裡面 在家裡面嘛 跟你們家一樣 外面一個 裡面一個 對 那裡面那個是不是有個位子 你就可以坐在那邊脫鞋 對... 有時候可以擺一些 你的那種包包啊 晚上再脫鞋子穿 你的脫鞋再進來嘛 我們並不會把鞋子 穿到我們家的裡面嘛 對 好 那你脫下來那個鞋子怎麼辦 他是放著我幫他收 他常常幫我收啦 我也覺得說 為什麼不能順手 放進去這樣子 因為有時候他回來是比較晚的 很晚的 但他每一次都沒有放進去的紀錄嗎 從來沒有 我從來沒有 其實我覺得那也是一種幸福啊 對啊 你幫老公收收鞋子 多溫暖 可是我都是第二天才收 因為他回來很晚 變成說我第二天才去收的 凡哥最受不了凡嫂的第四項 第三項 凡事要求完美 其實我覺得很好啊 對 你可以聽他這麼久 我們這一段話聊天 你就知道他凡事很要求的 他連這麼小的一個席子 都要放在一個規矩的地方 最好你就穿著拖鞋 往上樓 甚至要打招呼 問他有沒有不舒服 你要跟他報告說 我想洗澡 還是要想吃點東西 那今天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有沒有順利 那搬到那個東風去 有沒有很順利 怎麼樣 就類似像這樣 他要你主動報告就對了 對 那我以前 他就是點我一下 我就會主動報告 後來我發覺我也講太多了 我就慢慢不講 然後大家就撐在那裡 他才會走出來 我書房 因為他在臥房 走到外面的時候 才會慢慢這樣套我這樣 餓嗎 我就知道 來了 來了 恐怖的來了 恐怖 你要是關心你 怕你肚子餓 對啊 你怎麼會覺得恐怖呢 其實適當 我們就會覺得關心 對 對 對不對 對 對 多了我們就會覺得 有一點壓力 真的 可是我們很難做 你說你下班回來 我到底想問 對 我也不能不理我 我就去睡覺 對啦 對不對 那我總是要等你 有時候他這份工作也很難做 講真的也很難做 也很難做 是很難啊 像有一次啊 譬如說我在拍戲 等一下我就跟他講 等一下回來 我就熱一下火鍋 我陪你吃一點小宵夜 我就嚇一跳 然後陪你吃一點小宵夜 然後他就在家裡等我 心裡有準備 就說等一下可能要 回到家裡要吃酸白菜鍋這樣 可是回到家裡 我又覺得太晚了 那太晚 等一下吃完就要睡覺 我就不想吃 但是我可以弄給他吃 這樣他生氣耶 我哪有生氣 有啊 生氣啊 不用啦 反正你也不想吃嘛 那我就泡麵吃就好 我說那我幫你泡 不用我自己泡就好 生氣耶 不是 對啊 他也會 為什麼合理 他也會啊 我們只是覺得怕胖 女生怕胖 然後不是不弄給你吃 是我自己不想吃 可是我可以弄給你吃啊 這樣也生氣啊 先決條件 先看看你們的嘴臉好不好 沒有啊 這也很好啊 對啊 你們會這樣 像哥哥這樣說 因為我怕胖 所以說你如果想吃的話 你就吃 你如果不想吃 我先來煮給你吃 沒有 不是 我會跟他講問老公 我不想吃 可是我可以弄給你吃 我就這樣子啊 那我們也要替你們早上說 那沒關係 我也不要吃好了 那你們說不要吧 大家就為這種小事情 有時候 對 所以我們算是夫妻算恩愛 為什麼 因為吵得都好小好小一件事情 對 今天也吵不起 這要祈福啦 在我 找我 不行 凡嫂最受不了凡哥的 第四件事情 是什麼呢 大王 嘴巴不甜 真的嗎 他嘴巴不甜 不會吧 他跟嘴巴很甜耶 真的嗎 我每次錄影都吃 甜不辣還不甜 他嘴巴真的一點都不甜 真的嗎 對 他就譬如說他想你 或他覺得怎麼樣 他都不會放在嘴巴上 因為你講得比他多 你不給他機會講 因為你常在問 所以他想要講 你已經問了 會不會因為這樣 有可能啊 可是我覺得他基本上 他的個性他也不是一個 他會覺得說 幹嘛那麼肉麻 對 我會覺得肉麻 你會嗎 我會 對 私底下也會這樣覺得嗎 我私下會覺得很嚴重 我私下叫我說那種 就去關心你這樣 我很怕就是說 我在關心你的時候 讓你看出來 但我現在因為 我現在每天回家的時候 我第一個見識影 就是說出了拜拜 我就會到我媽媽的房間 我要去跟她聊半個鐘頭 那我嘴巴也是真的不會很甜 我都會到最後說 你早一點睡吧 你早睡覺耶 我不會講說 你早睡覺耶 你兒子愛你 我不敢講那種 我會覺得 我們家連過生日 我們從小到大 我們家從來沒有過生日的 真的啊 沒有人說切蛋糕 就說我們家啦 我就是我們神家 沒有說爸爸 完了 吹蠟燭 爸爸來切蛋糕 爸爸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爸爸我祝你 年年有新招 順順有新招 沒有這套 我家從來沒這一套 我把劍腿都來 都開 你知道這就是我一直想要慢慢教育她 對 其實我覺得需要耶 需要 我覺得需要 因為你什麼都擺心裡 人家怎麼知道呢 對 尤其是對我們的下一代更需要 對我們的兒女 其實我有時候發覺 你的爸爸媽媽也需要 也需要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營造 尤其是我們在演藝圈 我們更能夠營造這種氣氛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在外面 好不... 工作有時候就會比較... 就為了節目而做節目的心情 回到家以後就想回到最原始 可是家人就沒有辦法享受到 你真的在舞台上的楊帆 或孫鵬或是迪音 就是說沒有辦法去享受到 你們的那種樂趣 我們再來看 樊嫂最受不了樊哥的第五件 是什麼事呢 你會 我相信你會 真的會 我也相信他會 他所謂得意忘形不是說 他忽然就很拽起來 不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他每次開心的時候 就是不該講的也講了 對 不該答應的也答應了 答應了 他就是很容易受影響 因為開心什麼都講 是 所以人家常常講 得意忘形神智無知 有時候會啦 太開心就會 對 太開心他會 有啦 有慢慢在改變 我們常常講說 其實在苦的時候 怎麼過都沒關係 好的時候怎麼過日才重要 所以有時候得意忘形是個問題 但是如果說譬如說 我們今天有覺得不錯的成就 或是不錯的成績出現的時候 講出來是跟人家分享 並不是得意忘形 他有的時候 他得意忘形的時候 譬如說他這一陣子賺很多錢 他很得意忘形 就跟人家去賭博 外交輸了料 對 以前會這樣 他會這樣 以前會這樣 那現在經過這幾年就 那一次以後就會 對啊 樊哥有沒有因為 太得意忘形的時候 答應你什麼離譜的事情過 就是他只要開心 他什麼都答應你 對 他都先答應你 我如果很開心我就會答應他 比如說元旦 元旦的時候我帶你去哪裡 我說農曆年的時候 我們去美國玩一下 對 而且我也希望 我也跟他講說我們去 我們不要賭 我們是純度假 那我們有幾個人 那我們坐飛機 坐什麼樣的一個艙 那去到那裡以後 還有三天我們去LA玩 不要都待在 都待在那個拉斯維加斯 就是有這種心情 我就會講 很開心的時候就會講這麼多 結果到了那一天 我根本坐不到 我一聽到也要坐在那裡 這樣跟他談 就說那種得意忘情的時候 就會很開心就什麼 就他開心的時候 他什麼都會講 什麼都答應 對 可是你就要知道 他這個個性順他的毛 你就說 你大概知道說 我是貓啊 對 就他講的話大概六七成 OK 反正反倒 對彼此並沒有什麼 受不了太嚴重的事情 都是生活上的一些事情 我們不是要電視的螢光幕講說 其實我們真的好幾年 都沒有超過一次價 對 沒有 基本上你的個性 也比較懶惰一點 他的個性真的也很好 沒有 講懶惰是比較難聽 你是比較厚到底 對 真的很厚 在一圈內他是很好相處的 一個男生 沒什麼脾氣 對啊 我記得我開餐廳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跟他還沒有附和 他就為我想滿多的 他叫我賣餐券啊 他說這樣你就可以用本錢 自己就不用拿這麼多本錢出來 做生意 他幫我買了五萬塊的餐券 對 那時候就是 剛剛最後行的我就是得意忘形 剛剛講義氣 對 義氣 我跟迪寅講說 其實你應該如果生意不好做 先賣點餐券 因為餐券還是可以抵消我們的消費 對 可是你講完這種東西的時候 你就一定是你說 那我先幫你買 沒有 那我也是很卑鄙 我們是去錄節目的時候 他這樣教我 他說到時候我跟你買這樣子 我說好 到時候我就真的打電話 帆哥 我現在開了喔 你要買喔 結果買了五萬塊 他就不得不大意 因為他已經先承諾我了 我是不得不大意 絕對是夠意思嘛 對 對不對 一個離婚的女人對不對 自己跑出去開餐廳 誰不會幫他 對 離婚都怕小孩 所以在這兒我要跟帆哥說謝謝 不要客氣 不要 我要替他以前的言行舉止 跟你說謝謝 沒有 其實大家互相幫助 帆哥 帆嫂 你們結婚多少年 十年 十年了 那你們結婚這麼久 有多久沒有跟對方說過 我愛你這三個字 多久沒說 常常講 每天都在講 真的嗎 因為我會逼他講 因為早晨會天天問 對 問問嗎 對 我說我以前我剛認識他 他就會常常 我在開車就問我說 你愛我嗎 我就會 我就會 慢慢那個時候 其實後來這幾十年 我們學習下來 說我愛你的那種 對他來講的話 當然我不知道有沒有感情 就那個表情不好不好 可是說我愛你幾乎是每天都在說 對 就有點像再見 哈囉 他會喜歡聽到這一句話 你看 怎麼了 怎麼了 我很久沒有聽到這一句話 我馬上問到兩句 你剛剛在化妝間 我跟誰講的 我用問的 我是說你發自內心 講進來的 不要太要求 那有這個要求 不是每次都是我們問 愛你 愛你 不是 除非你問了我不講 我覺得不對 你問了我有回答就好了 搞不好因為當時我在想別的事情 或是這幾天 有些事情比較忙啊 忘了記 而且我覺得我愛你這幾 這三個字很難用 對 你們男生好像很難嗎 很難用 就是說 因為我很希望 我在用我愛你的時候 是完全沒有欲求的 如果我們今天洗完澡 躺在那一邊 忽然手過去說 欲求出來 你想幹嘛嘛 你只想幹嘛而已 可是你不會看 譬如說你去工作的時候 凡嫂在家裡忙家裡 把小孩照顧得很好 你回家的時候 有 可是那種感動我們 因為可能我們在演藝圈太久了 我們也看過那種場景 就是說那我回家以後 看老婆把小孩弄碎了 對 滿頭大汗 他正在跟 比如說家裡也有費用 他跟他們在研究 或甚至幫他們在看他們洗 你從後面這樣一個擁抱的時候 老婆辛苦了 我覺得我會吐 你知道 沒有辦法 他其實唯獨只有什麼時候 他會真的覺得他很愛我 就是我 為什麼 因為他自由 對 他自由 也不是啊 他會覺得他很孤單 他自己會覺得他很孤單 可是我相信 我肯定我是愛你的 是嗎 因為我常常夢到他跟工人 做愛 你就受不了 有猜 你就受不了 你有所思 也有所夢 對 我相信這一點 就是我夢到他跟一些人 我跟你講 都不是什麼好貨色 夢見為什麼他一定要跟工人 不能跟什麼 油猜 不是 這就是擔心嘛 擔心對方 遇到壞人 管理員 什麼 對 就不會夢到他跟一些帥哥 對啊 其實我們先聽 凡哥凡嫂聊了這麼多 結婚十年 有一些點點滴滴的 我們分享的是很快樂 那我也相信你們兩位 心裡總有一些 放在很心裡內心的話 或是一些愛的叮嚀 想要跟對方講 所以接下來呢 到我們很重要的時刻就是 真情告白時間 兩位請 這個男生 你不要再想考了啦 你人都時刻到了 就已經講了 剛好看他的臉 很想笑 你的嫂子也是很想聽好不好 心裡有什麼話 凡哥 想要跟嫂子講 因為做分手的一台 都叫人家講真情告白 這是真的喔 誰先講 你啊 你講吧 你講啊 你講吧 你先講 男生先講 對啊 風度 我希望 如果真的我很希望 這樣 目前這樣的日子 繼續過下去 那我也會 照顧自己的身體 我也會 好好的去工作 這是你最擔心的兩件事情 身體健康 一個就是身體 一個就是我的工作 那 現在我也越來越成熟了 我希望我自己 能夠做好我自己的工作 我把自己的身體弄好 那其他的部分 就交給我 有 有罪到困難的時候 我來處理 其他的事情 就麻煩你了 嗯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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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真的沒什麼特別的缺點 而且非常好相處 你是我朋友 裡面 所有的老公 最好的一個 如果有比較的話 真的 所以 如果這樣我再選的話 我還是會嫁你 所以不用擔心 好感動喔 謝謝 謝謝凡哥凡嫂來到我們節目 謝謝 我在上面 我如果說打藝人 打得太小力 他就會在鏡頭前面喔 大力點喔 然後我就打他 他就... 再大力點 這樣 就很兇 打一次再一次 公共場合就不要了 沒關係嗎 打一次嘛 我們在幫... 現在不準謝了 幫我吵 啊 啊 再一個 小 我希望你對我好敵 大家好 我是孫頭 大家好 小子滴 那個 對不起 你不要因為人家是男的 你就永遠不介紹他都忘記 對不起 不會 嫂子幫你講話 可以了吧 好啦 我們言歸正算 你有沒有覺得我們圈子 誘惑特別多 是啊 所以你要小心一點 不要一直講我 要一直跟你討論這個事情 真的啊 因為我覺得你們男生 比較容易 女生比較不會 因為女生可能是台灣吧 傳統比較有 所以對我來講 現場沒有任何誘惑 對你來講就不一樣 因為男生想法就是偷吃一點沒關係 那個臉花惹草一下沒關係 只要回家沒有被發現這樣就好了 所以你們男生要稍微注意一點 有家室的人就不要行為太奇怪 我跟你講 你既然要這樣講 我就順著你的講法 我還好啦 我只是個演員 對不對 有更嚴重的 比較慘的是製作人 告訴你 製作人 大家都要發解啊 對 對不對 待會兒再講 客人 我是歡迎 沈玉琳和周佩甄交往長達7年的時間 鬼才沈玉琳並不是大家想像的浪漫也 而生性浪漫的女友仍然堅定地愛著她 究竟這兩人會有什麼肺腑之言要說呢 我覺得她非常的聰明 然後常常就是集中生智 這是我最欣賞她的 而且我覺得我在她身上學到真的不少東西 她的勤勞跟會做家事 沒有耶 我們真的已經很久沒有約會了 真的 約會啊 約會天天約 因為一天24小時她都監控我 緊盯著我 因為她工作實在是太忙了 我都是利用她工作忙結束的時候跟她撒嬌 可是她忙的時候你跟她撒嬌 反而好像得到反效果 她好像又會不開心 從來沒有撒嬌過 因為我的個性使然 倒是她天天跟我撒嬌 然後天天被我罵 沒有 連追也沒有 只會說 你要不要讓我追 沒有說過我愛你 我愛你 老實講 從真是以來一句也沒有說過 觀眾歡迎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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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謝謝 謝謝 希克... 沒有... 很仰慕這個節目 是... 製作人你好 你好... 有機會多多提拔 好 雖然我是已婚 可是還是有機會的 但是底音姐也是我看過最漂亮的 已婚的女朋友 謝謝... 真的 沒聽到 誰啊 謝謝 製作人 在旁邊的是... 您的... 女朋友 女朋友 未婚 未婚 我一定要強調兩個 她的身分比較多重 是 女朋友 然後兼司機 然後兼庸人 是 好 然後助理 其實喔 我都要問一問 我們佩甄姐 你怎麼敢跟一個 大製作人在一起 對啊 壓力很大吧 壓力一定很大啊 其實我之前是在那個 台中經紀公司 其實之前啊 我們... 我都是負責帶演員上來 因為我們都有跟他們合作嘛 然後就是我會帶演員出來給他看 結果他每次喔 出來的時候喔 他都跟我說 帶一堆辣妹 然後他就挑說 這個臉太大 這個... 這個太胖 不行 然後這個太黑 就你... 就你來演好了啦 他就什麼 就是都挑我 這個原因是為什麼 這個孫童我一定了解 沒有... 因為孫童因為你常去酒店 你應該知道了 我沒有... 希望... 在酒店招小姐 去哪裡 他什麼時候去酒店 那個...我沒跟他去過 之前... 人家自從來會講出來 表示你真的有去酒店 我怎麼不知道呢 沒有... 結婚之前的事 不會啦 孫童都去酒店 旁邊的圖書館 他沒有什麼... 那酒店挑小姐的原則 其實不見得黃肥燕獸 不見得你會挑漂亮的 因為一排十幾個站的 其實一定會挑那個 最有笑容的人 然後最有親和力的 所以當時的確 因為一般靈眼來面試的時候 都神經緊繃 然後面無表情 那你就會從這個萬花當中 發現有一個 笑得比較燦爛的 比較有親和力的 你就會覺得說 就會直覺說 會覺得這個人比較好 可是你這樣講怪怪的 我覺得通常男生挑選 應該會挑選比較美的 比較辣的 身材比較好的 為什麼你會挑選他的笑容 我也美啊 沒有 我... 因為他剛剛講嘛 他不會去挑選那個比較美的 挑選比較有笑容的 為什麼呢 所以這妳說嘛 一般男生嘛 因為我們不是一般的嘛 因為我們是有大智慧的男生 我知道啦 你覺得說漂亮的比較沒那麼親 真的 這真實 因為美的一定很多人把啊 比較...沒有那麼新鮮啊 男朋友比較多 比較不好把 因為我們人生過盡千返 所以什麼樣的女生都看多了 那漂亮的女生 確實重看不重用 回到家裡面 要他脫個地板也不行 要他洗個衣服也不行 養尊處優 真的 難怪我不重用 不是 你現在變很好用 變他來講也變很好用 又兼司機啊 又兼用人 兼秘書啊 兼代藝人啊 對不對 對他來講很好用 不是 你不能... 不能把他講得這麼公式化 其實這是幫另外一半嘛 好 分優姐啦 應該啦 其實說穿的是口巴拉啦 你希望他奢侈浪費嗎 但是... 但是他的問題是說 因為我對別人都很大方 對... 對別人都很大方 真的... 對我送的東西都是... 真的嗎 真的 對別人都送真的 我都是送... 仿茂的 那為什麼你還是願意呢 那你這樣為什麼要 沒辦法啊 要對啊 要對啊 所以不管他做什麼 你都覺得 就算是... 路邊攤的東西 你也覺得價值連城 OK啊 其實感情生活 不是說是在於物質上 人是一個真心誠意啦 對 好啦 我跟你講 我們佩生今天既然自己講了 說我們玉琳哥送他都是防茂瓶 可是... 對不起各位觀眾 防茂瓶裡面還有分 A級或B級或 我們玉琳哥送的是A檔 好不好 還告訴我 沒有 我認識他第一年的時候 他就送我一支手機 然後結果我認識到 兩年 三年 四年 都沒有 都沒有 結果到第七年 我看到他身邊的朋友 他男女朋友過生日的時候 他們都會送他 名牌的東西 或是說比較好一點的東西 然後我那一年 我到第七年我想說七年之養 我就想說 跟他要一個LV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說 這個什麼 從買那麼好的東西 浪費錢 所以說不值得 結果你看一氣之下 然後他就去大陸 你知道嗎 老實講他常常去怪我說 為什麼你都不送我禮物 我就告訴他說 其實你跟我在一起 就是你人生當中 最大的禮物 禮物 他有跟你們學起來嗎 你也是幾千人還是 你第一次 所以... 你擁有孫蓬 是你人生當中最大的禮物 可是... 鼎音姐我覺得你真的 對啊 我的禮物至少是爛的 你敢... 你敢講講禮歌 對啊 好歹我每次 不會啦... 不會啦 不會啦 玉琳哥本來 我看過他會更爛的 有多一顆的時候 而且已經好多了 對啊 對不對 帥氣多了 你那個其實是你的註冊商標 你怎麼捨得把它割掉 以前留著是因為聚集能量跟磁場 那時候是有 是有那個命相學上的考量 師傅說你不要割 你割掉你好運就沒了 是 那後來到了今年 今年過年的時候 師傅告訴我說 那顆 可以拿掉了 對...所以我就拿掉 那你認識他的時候有沒有那一顆 有啊 有啊 最瞎的是餅爸 因為大餅的爸爸 大餅的爸爸 以為看一些命相風水 所以餅爸有一次 那個就跟佩甄講說 你要讓你老公更好運 你要常常親他 親他OK啊 但是你要親他那一顆 好運喔 後來 因為那時候我們在禮拜 你相信嘛 他也不知道他... 他後來知道他很瞎啦 不管是一樣 每天早上起來 來 親一下 從你母親 跟回教徒 一天要拜幾次一樣 有沒有 可以靠親啦 難怪我會從你嘛 原來是這個典故 對 是啊 其實... 其實... 我相信啦 有某些人會懷疑 懷疑 佩甄是真的... 喜歡玉琳哥嗎 還是因為她是製作人 對 貪圖我的身分地位的 對 可是我認識她的時候 事實上我跟她交往的時候 我身邊很多朋友都... 都警告我 你要小心喔 她可能貪圖你的 我說 那是不可能的 貪圖 她可能是貪圖說 想要進演藝圈等等 那我... 其實... 很多人這樣講 但是我一點都不會放在心上 就是說 人會在一起呢 有各種緣分 她可能是 愛你這 愛你那 總之動機會不太一樣 但總之是相處的過程 快不快樂 相處的好不好 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我根本從來不會去想 這方面的問題 但是這方面 我覺得困擾比較多的 應該是佩甄吧 對 可是如果是因為這樣的話 我也不用... 用不著每次她叫我去演 都是犧牲的東西耶 你還知道嗎 她有時候製作... 節目做到很過活 她會叫我... 我跟你講啊 我跟你講 她會怎麼樣你知道嗎 之前我們去錄影那個 之前那個5566嘛 嗯 然後我常常被分到 跟王仁甫一組 然後她常常... 然後她常常... 她也是帥哥啊 對啊 反正我每次就犧牲抽獎 她就會說 如果說有一個沙子啊 然後就是倒太少 那時候 她就... 拳頭 倒在她頭上 都要滿頭 都是沙子 對 然後水 被犧牲你 對 水就... 我就說 怎麼可能去演中 但是王仁甫對你算夠好的 已經是把你當大嫂這樣子的 再看 像這樣子玩這種節目 其實玩... 大家認為過火了 那些藝人不會翻臉喔 每次我告訴執行製作說 你就弄水弄墨水 給她怎麼樣 怎麼辦呢 可是下次見她這個藝人怎麼辦 我說做節目第一原則就是 擁有人家抱著跟這個藝人 一輩子不會再來往的心態 哇 就是搞死她 搞死她 搞死她說 趕快 不要跟她見面 對 然後抱著這輩子 不要再跟她合作 玩到最緊繃就對了 反正全台灣至少有 五百個人可以用 五百個人可以用 那你會在節目裡 整一個女朋友嗎 有 我跟你講 她真的有整我 只是現在我是在錄那個台視 那個現在不准 所以她也抱著要跟你分手的心態 叫你來玩遊戲 就這樣 這個節目是 就是藝人如果笑 然後會被打掉 然後我每次啊 如果在上面 我如果說打藝人 他就會在鏡頭前面喔 就這樣 然後我就打 再打你一點 真的很兇 他下節目 然後回公司 他就跟我講 你為什麼今天打人 都打這麼小力呢 來 你爬下來 我打給你看 這樣 試驗給人家 我就這樣 他就這樣適應 就是要這麼大力 打看看 不要 公共場合就不要了 沒關係 我們打一次嘛 教一下 因為這個 你站著再給他打 這個還好啦 就是你當時呢 痛的那種感覺 這個棒子 這個棒子算小case 軟的 這算軟的 你不要開玩笑 這個用力也是會痛的 真的嗎 可是我們那個真的是很硬喔 硬就是尷尬 我知道紙板那一種嘛 用力趴著 對 一二三 真的 我跟你講 這種痛 比這個痛幾百倍 你會不會今天打太輕了 沒有沒有沒有 我今天 我來打他 對 那我幫你誇一下好了 現在 會不準笑 抱歉 不準笑 不準笑 想不出來 真的會痛嗎 他真的教我這樣 你是叫吃飯的 我跟你講他真的 我們在家裡面 最大的娛樂 因為你今天把我們私生活 有搬到舞台上 我們每天晚上每次就這樣 啊 他就這樣 他就這樣 就這樣打完他就睡覺了 在家裡是這樣嗎 我覺得他你給我知道 怎麼會這樣 沛珍是 一開始就喜歡玉琳哥 還是玉琳哥 對你窮追不捨 你們才在一起 當然他對我窮追不捨 看也知道 正長這樣子 還看內涵的啊 而不是看外表的啊 剛開始的 因為我們是 那怎麼做呢 用什麼手段跟方式 我本來在台中工作嘛 然後他就跟我講 那你不要在台中工作了 你上來好了 然後他就跟我說 那你來我們公司上班 然後我就每個月給你 兩萬塊的薪水 然後再加上就說 公司可能會有薪水給你這樣 然後後來我 包吃包住 對 然後後來我上來我也沒有 因為他講這一句話 我就去他那邊包吃包住 我沒有 我是上去我朋友 在做布偶劇團 我就住在那邊 然後幫他那個 做兒童木偶的工作 是 然後他那時候對我很體貼 每天到我住的地方 然後就是去跟我玩一些很幼稚的遊戲 包括真心話 我好像他到底有沒有說真心話 沒有 他把你當作測試 就是他的那個節目上面要用的 是不是有效果 我同事問他說 你有跟過幾個人上過床 你不會講實話 我同事這樣問他 你覺得他竟然回答什麼 你知道嗎 他回答什麼 一次 他好像說沒有 他說沒有 他是觸男 他跟我上 不是 玉琳哥 你這樣把馬子就太虛偽了吧 他怎麼應該講沒有咧 你一定是講說你是觸男的 就換你了 然後台中 台中的女孩子比較純粹 應該鬼話都會相信 如果他跟你求婚 你願意嫁給他嗎 其實我剛開始的 第二年第三年的時候 會想有結婚 可是可能是過久了 時間脫長了 我覺得我現在就比較不會想 我覺得結婚 是他沒有求婚 還是你不想結婚 他有 剛認識的前幾年他都會 可是一直到現在他也不會 可是他不會了我也不想 對 我也覺得 對 我也覺得 進入沈澱期 這才是理智的感情 對 我覺得是對的 對 而不是說我們男孩子 一求婚女孩子都要答應 不可以 千萬不要答應 對 因為我一定不是保障 可是我為什麼馬上答應你 所以才跟妳答應 對 比較笨 謝謝製作 來 謝謝 因為我要趕快 好好好 我怕以後他不求 對啊 不過可是我們整個 有一個消息說 佩甄說她拒絕過 玉琳哥求婚二三十次 那玉琳哥呢 卻只有說兩三次 怎麼會有這樣大的誤差 那我查一下 對 沒有 她講的二三十次是說 她當時在追我 我拒絕她 二三十次 約會啦 約會啦 有一次她說 約我去說 我跟妳講我很喜歡吃海產 然後她就跟我說 那我帶妳去啊 她就跟我說 我帶妳去那個富吉嶼港 那邊海產很新鮮 我帶妳去 我記得我們第一次出來的時候 我還穿得很漂亮 穿一個小禮服出來 對 很慎重妳知道嗎 然後我記得她開車的時候 手還會這樣 然後她不敢吃 她不敢吃吃我妳知道嗎 結果我想說 哇塞 富吉嶼港 因為其實那一車很破舊 我是那一車的那個 有問題 對 自己會走 有什麼問題 你看 就算她開破車 我還是跟她 代表我不是看著她的物質 那一車 三十萬的一台破車 對 人生的第一部車 我還想說好 沒關係妳開這種車也無所謂 第一次我看到她的車 其實我就沒有那麼注重這方面 然後我想說她沿路上一直發抖 可是一路上兩個人 這樣很無聊你知道嗎 開了一個多小時 我說哇 怎麼那麼遠 到底到了沒有 我肚子好餓 她說就快到了 大概在三五分鐘就到了 結果好我就說 那快到了那OK啊 結果就過了一下子 突然就 抖抖繼續抖抖抖 不要啊 哇靠 車禍了啦 車禍了 真的 已經要到了 去到那麼遠的地方 結果現在 不是我撞人是後面那台車 抄我的車 明明就是你撞他嗎 真的我跟你講 他技術逃跑 而且我跟你講 他又沒有駕照 他穿我的車我看到旁邊有車 我就覺得 欸怎麼辦 那很嚴重嗎 很嚴重啊 結果輪胎都爆掉了 結果 第一次遇到 出車禍 對出車禍 結果附近遇港也沒去 沒有去啊 結果你知道嗎 那邊又很偏僻 而且又沒有拖吊車 我打電話給我一個 工作人員 就幫我聯絡拖吊車 然後就在馬路旁邊 我就穿著我的小禮服 然後 風吹日曬這樣 海邊對不對 對 然後就在等拖吊車 等了一個多小時 然後呢 拖吊車才來 結果來了以後 你知道嗎 那個 當時是夏天 又熱得要死 你知道嗎 然後 我 好 你怎麼會去吃海鮮 你今天會穿小禮服 會不會太低 不是 你就是想要當明星就對了 我跟你講這表示重視 對 可是我覺得我現在讓我發現 他好像有一點點 小心機在上面 因為他是製作人嘛 第一次跟他約會 我就穿個小禮服 是不是你要讓他說 我也是很美 可以當明星的這種心態 不是 絕對沒有 我覺得慎重 真的是慎重 尊重啦 因為我不知道他 他的那個 因為我沒有來過台北 我不知道夫妻與康斯 那種地方 所以 所以我才應該要穿小禮服 所以非常像蔡奇亞一樣 對 真的一樣 所以你知道嗎 我 好 上了脫掉車 然後 最鬼扯就是那脫掉車很小 大概兩個人擠 當時我跟他也還沒有說 正式交往嘛 然後司機 然後開著 然後他就坐在那邊 然後只剩一個很擠的位置 我那時候穿著禮服 他這樣 他就擠在旁邊 很擠 然後又 他擠得很擠 後來 後來 後來因為路上有一個窟窿嘛 回到一下我就順勢 啊 就把 後來前面 對啊 對啊 結果你們第一次約會以後 就開始交往 回家一個 因為我就不理他 生氣喔 我真的我就不跟他聯絡 嚴格講起來 是互相不理 因為我覺得 覺得說他是 他是水咖 快背 所以我一直習慣 沒出過車禍怎麼 你還 你的協議就是水咖 怎麼說帶他 帶他就會出車禍 我就認定他是水咖 就對了 講說你自己的開車技術爛 對啊 而且還無操駕駛 那後來 後來一段時間不是不聯絡 我就回台中了 我也不打電話給他 後來甚至他打電話給我 那裝裝就打電話 後來那時候因為 再過沒多久 就要情人節了嘛 我就約他說 情人節來相聚一下 順便要考驗說 如果他會來的話 那就表示他對我很有心 如果他不來的話 那我就打算 已經要 前提是 當時我跟他 要追求他的那個 那段過程是我剛失戀 那你知道 男人治療失戀最好的方式 就是趕快再去談戀愛 在生冷不濟管他阿貓阿狗 過得去就好了啦 過得去就好了 趕快填補那個心靈的空虛 好 所以我就約他情人節來台北 沒有啦 那時候我在台北 我在我朋友劇團那邊 那情人節當天就有 早上的時候有小聚一下嘛 是 相約說晚上我帶你去那個 北投那個洗溫泉溫泉區 是 吃吃海產阿山產這樣 是 然後他也答應我了 然後後來等到 OK 等到我要離開的時候 收到他的簡訊 然後就告訴我說 因為他前情未了 因為他其實他跟我 在相處的那段時間 今天有一個男朋友 我有跟他講 對 那男朋友那時候一直 要分手就不分手這樣子 他告訴我說 他那個 他男朋友會抓狂 急著要找他 他必須要回去 是 那我看到這樣的訊息之後 我也心量了一半嘛 那當下呢 看到錦訊之後 趕快跳在她的電話簿 去找另外一個妹了 你不去那裡 你不去那裡 可是你那時候有把那個 就算是我沒有去 他也有把禮物送來給我 然後我就 沒有 那時候當下 我就是看到 一個老人 然後就是 是 什麼 然後他把離去的背影 哇 好感燒 離去背影 我而且手上他同的身體 然後叫他 叫他給你打 我就打電話 跟我男朋友說 我不回去了 結果就 打電話給他 就說我今天決定跟他去吃飯 那天就搞定了 那... 還沒有 精神上搞定啦 肉體上還沒有搞定 還沒有搞定 其實大家看我的時候講話 講話好像怎麼樣 其實我在這方面還滿保守的 真的 我們也沒有看你講話怎麼樣 我覺得他真的 真的 這一點我做真的 真的 這對歡喜冤家的種種趣事 真是妙到不行 而究竟他們還會有多少 不可告人的祕密呢 明天節目中將一次 告訴你關於沈玉琳的感情世界喔 那你會幫玉琳哥配衣服穿嗎 會啊 會喔 會 那有一次玉琳哥啊 就跟我很鄭重的講說 那個王瞳阿姨 那個主持人那個事情 要怎麼樣 就非常非常的慎重 跟我講一件事情 然後就看了他很久 就說喔 好... 玉琳哥 你今天怎麼穿那麼像蜘蛛人 本來我不覺得 他一講之後 突然不自覺的 筆突這樣的手術 你有沒有跟沈玉琳姐講過你愛他 有沒有講過我愛你 是 今天 今天